字幕提供 時事中文,昨天說波 今天說這個 雞 怎樣?又波又雞 雖然可能也很喜歡吃雞 你們想說吃那些嗎 不是 雞服 因為通常我們都用雞聲一響 熱情開場 名雞 名雞 通常做這些當然是裁判 又或者是叫吹雞 是的 可以用很多用處 吹雞也是黑社會的用語 你說球場那種是吧? 吹雞 沒錯 是說裁判的 因為今年有幾場賽事 很多人都說裁判執法了一些問題 我反查 問同事也好 看新聞也好 我終於明白 原來世界盃的球證 制度很有趣 為了證明自己是世界盃 亦都為了證明他的公平性的原則 即是國際參與的原則 不但全世界的國家有份派國家隊來競逐 連球證也是 是 各地都有請求證來的 請求證來就執法了 但有很大的問題顯身了 就是很多非洲國家 或者亞洲地區國家 其實很少居然有一些 世界級的大賽事 所謂世界級的大賽事 即是歐聯 歐冠 這一種 即是全 有壓力的賽事 沒錯 還要很多人看 全世界都看著你 除了世界盃之外 另一些 所有香港男人都不睡的賽事 對 就是 應酬 應酬 請出過這些 大型的聯賽 大型的聯賽 但問題是非洲 很多亞洲國家都沒有試過 這些球證 他們業內有一個準則 就是 何謂吸掃 就是 你夠膽把斯浪吹出場 才是吸掃 即是坐過裁判 即是他犯了規 你就要趕他走 你夠膽量 問題是 如果你吹歐聯 整個球場都是球星 你沒有感覺 你每個人都得罪 你相信你的判斷 你真的不會被球星影響到你 但問題是 現在很多時候 在這個召集之下 很多裁判都是吹海地區賽事 譬如非洲的地區聯賽 南美的地區聯賽 或者亞洲的地區聯賽 這些球賽 跟世界級的比起上 平均差大致 這就反映了 這個思想方法 但它的對比是什麼 就是美國 美國如果看NBA 是完全兩件事 基本上他第一有很多裁判 第二就是 他要去到最後終極的裁判 就是你一定要在整個賽事 整個聯賽 整個系列裡面 你才會表現得很好 即是沒有誤判 沒有誤判 很少誤判 而且他會有回帶 NBA可以看回錄影帶 最後到數 最後越臨完場前兩分鐘 球隊可以要求 是的 你看回帶 是 看回帶 看看當時的犯規 即是判決有沒有問題 是 你看到美國是走這套 歐洲是走這套 是的 到底哪件事也好 看看大家怎樣看 到底著重全球參與性 就是著重比賽的質素